我和你妈吵架了 她说 我再换个新儿媳妇 你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呢 那我肯定得抓紧声 再找一个女朋友啊 你果然就和我闺蜜说的一样 你这种妈宝男 好 我现在给她同位置 行吧 你现在先别走啊 那我还没找到新女朋友呢 你走了 我怎么办 你 你听我解释 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你得先听我分析 我看你怎么说 那首先 不被父母祝福的爱情 她肯定是不长久的吧 对啊 但是你为什么不能争取一下呢 那我这就是在争取啊 我决定就是先听她们的 我假装给你分手 然后我再花钱请一个女演员 演我女朋友 但这个女朋友呢 像你的闺蜜一样刁满 这样时间长了 我爸妈就觉得 还是你好 还是你够同情达理 然后他们就会哭着求我 再把你找回来 等你再次回来的时候 还有人敢欺负你吗 那个电视剧你看过没有 回家的诱惑 好 洪世贤 对 他就是明明有一个好媳妇 但他不珍惜 结果后来找了一个恶媳妇 那婆婆最后都后悔死了 是是是 我知道这个 我知道这个 原来你是这意思 你看你是不是又误会我了 那你闺蜜说我是妈宝男 啥意思 你跟她一起说我了吧 没有没有 我没说 那都是她说的 她说的 我没跟她一起说